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男孩 相差四岁半 算计划之内吧 但是比计划之内来的早了一点 我有两个小朋友 两个都是女孩子 他们现在是四和六岁 生二胎的时候政策其实没有开放 但是因为我先生是老外话 是可以生二胎的 一女孩 一男孩 我必须是孩子 一男孩 一女 一男孩 差不多五岁 二男孩 二男孩 都想要行吧 就想让两个孩子相差比较小 就是觉得一个孩子的体肤单的嘛 而且就是感觉全家人都围着那一个孩子转 但是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 不会那么宠 就是可以平衡一些 主要我老公挺想生老二的 他是来自于一个多子女家庭 然后他一直给我灌输的思想是 我觉得两个小孩非常好 我是一直希望生二胎的 因为我觉得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可以共同成长 所以当他们长大以后 离开了我们 遇到什么事情 他们自己也可以有些商量 我们也认为我们有多子女孩 我们也认为我们也认为 父母年龄大了 父母年龄大了 所以主要还是靠家里的阿姨 没有 现在就我自己带 第一个小孩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婆婆 轮流着带的 然后我生了第二个之后 我就辞职了 现在我自己带 阿姨晚上会过来帮忙做个饭 因为老大的时候 是我的妈妈和我婆婆轮流帮忙 然后生完老二之后 我妈妈和我婆婆身体都不是很好 所以现在有我爸妈一起来帮我带 我一直有老人帮忙 这个后患 后患无穷的好啊 他们带孩子的时候 就会无条件的满足 并且不会说不 你自己也认为 对 当他们小时就有一个年轻 我们家老二快一岁了 我们家老二快一岁了 两个孩子 两个女孩 她开始能玩到一起了 特别好玩 麻烦阿姨照顾 我没有麻烦 欢乐是无穷的 还有有时候你会发现 老二跟他哥哥特别亲 如果跟他哥哥分离了几天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爸爸妈妈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个 总是欺负他的哥哥 麻烦就是两个人经常抢玩具 抢妈妈 抢吃的 哪怕你他们俩 各自给他们配了一个玩具 好 他们俩非得要抢对方的那个 那么二胎就是熟了呀 就是动作快的 第一个洗澡的人可以先选故事 然后有姐姐给妹妹读故事 然后姐姐只要读完一本故事 我们给姐姐一块钱 姐姐积极性很高的 然后妹妹说我怎么没有钱的了 根本你先识字呀 然后妹妹以后也会慢慢的吧 就是她会觉得说 知识是很有力量的 它可以让我改变我的生活 我可以去买棒棒糖了你知道吗 没有 这不是有问题的 这有很多朋友 我就是姐姐很爱弟弟 弟弟也很爱姐姐 就是姐姐一到家就抱他 然后弟弟一看到姐姐 无论姐姐在做什么 他都是笑 不复合应该算比较明智吧 三年之内生两个娃 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 他干嘛干嘛去工作了 不会主动去推荐别人上二胎 我自己觉得二胎 它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你不是说一定会 保证给你带来快乐 或者说两个孩子 肯定会和睦相处 或者说能让家庭更和睦 我觉得这个不是 很后悔 建议啊 为了孩子考虑一生吧 这个我不后悔 偶尔会后悔 比如说两个小孩闹得不可开交 然后自己一个人搞不定的时候 然后特别想 哎有没有人帮个忙啊什么的 那种时候又会觉得呀 生两个好像都是 给自己带来的累好像 不后悔啊 没有办法给别人建议 我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 好吗 我认为不认为 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想 有些人只喜欢一个孩子 有些人想要更多 那是自己的选择 对 我认为两个孩子是最好的 是一个最好的家庭 所以每个父亲都会有最好的孩子 我认为是最好的家庭